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員頭顧楊天迪 楊老師 今天是8月24號 禮拜一 黑色星期一 今天大盤大跌 大跌的過程當中 我們竟然發現到一個關鍵 今天大盤跌幅 跌下來就不得了 都跌了將近7.5% 將近7.5% 事實上我們在討論一個關鍵點 就是說不管今天有沒有收下影線 收下影線不是重點 重點在哪裡 今天的成交量有沒有夠大 所以我們回過台看的話 今天成交量有1400多億 如果你回頭進去看的話 1400多億的一個成交量 那麼對於這個指數的一個位置來講 我認為有兩個意義 一個意義在哪裡 一個意義代表第一檔有人接 有些人會說那會不會國安基金進場 這個政府基金進場 國安基金還沒有進場 會不會政府基金進場 當然會進場 那政府基金會拉什麼 金融 所以政府基金有沒有進場 我們帶各位來看 看兩檔股票 那一檔叫做富邦金 富邦金的股價走勢今天真的出現了 胎低之後往上拉的結構 說明一件事情 政府基金真的有進場 第二檔看什麼 看官股的造風金 所以2886的造風金今天的狀況也是一樣 開D打下去之後 尾盤拉了上來 但是問題是政府基金進場這個盤就會止跌嗎 當然不是嘛 當然不是 所以今晚會主委提出了一個 所謂的平盤之下不能放空的一個策略 這個政策不是不好 而是方向是錯的 所謂方向是錯的就是 平盤下不能放空 但問題的中心點是 外資如果要放空 會由哪裡來做 借券市場 所以我想整體來看的話 我倒認為不如讓它自然的沉底 而不是去干預它 目前大盤的走勢已經進入到末跌段 末跌段的特色有兩個吧 第一個特色是什麼 大量 就是所謂的 斷頭慢壓出來 融資大減 那麼成交量夠大就可以消化它 第二個特色就是 快跌 跌的速度非常快 我們看到上個禮拜我出現了急殺 那麼200多點 今天又急殺300多點 那盤中甚至一度跌掉了將近600點 所以從這兩個角度上面我們知道 喔 大盤進入到末跌段 如果進入到末跌段 也就代表著 就算沒有任何的因素的干擾 最多一兩天之後 台股就會上海 所以我常對講說 市場的結構面 讓它自然去浮底 自然去沉底才是重要的 當然 現階段面臨到一個狀況 我也面臨到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 如果股票我不賣 就會有人賣 所以今天我們也停損了兩支股票 那包括之前買的華星光 今天我做了一個停損的動作 不停損 它的股價就急殺下來 就急殺下來 另外一檔 我賣掉了2455的全新 我賣掉2555的全新 那一樣 如果我不賣 別人會賣 別人會賣 所以現在狀況已經產生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 我該怎麼做 我為什麼要去賣掉全新 賣掉華星光 原因在哪裡 我要保留現金 大盤的趕底動作 我沒有辦法去預測 它會在哪裡去見到低點 會跟你預測的 都是騙你 很簡單就騙你 因為沒有人會知道 就像今天盤中跌掉 跌到了7000點 那麼這個旗子跌了700多點 跌了將近9% 旗子的部分跌了將近9% 沒有人會知道在哪裡做正式的止跌 因為很簡單一個觀念 股票市場無非什麼 無非就是一個修正的格局 漲多了 回檔 回檔 跌 升了 反彈 但是超跌 股票跌下去之後 不反彈就會超跌 這就是我一直跟各位談的 股票市場的修正有三種 哪三種 我們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叫基本面修正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 我一直跟你談基本面 這個所謂的一個本益底的修正 股價位階高的不要買會補跌 一直跟你談這個觀念 那基本面修正完之後 第二種叫做技術面修正 但台股的部分 技術面修正一直起不來 也就是說原來 如果我們有中石戶存在的時候 股價跌升都會反彈 但現在不會了 不會的原因在於我們中石戶不在 所以我在兩個禮拜前跟你談到 台股不能用技術面反彈 去做搶股票的動作 而是要去尋找基本面超級的 這是在兩個禮拜前跟你談到這個狀況 所以當時也跟你講到了PA跟光通訊 我認為要先買這一部分 當然我們做了一趟 這個三個三色光環 我們做了一趟 然後再76塊賣掉 賣掉之後今天光環達到哪裡 達到了60塊 這個收在60塊半 收在60塊半 換句話說你回國外想一件事情 如果當時我76塊沒有帶會員賣掉光環 今天呢剩下60塊 光環又回到了起漲點 當時從60塊以下談到了76塊 78塊漲幅三成 那我在後面沒有衝上去之後 我再76塊賣掉 現階段的抬股的部分已經是基本面無效 因為基本面修正已經修正過了 技術面無效 因為技術面跌身不會反彈 所以它在進行什麼 進行最弱勢的叫籌碼面修正 籌碼面修正裡面在修正什麼東西呢 其實它只修正一個東西 叫做什麼 叫做籌碼的安定度 一般來講在恐慌趕底的過程當中 散戶一定占了賣方 所以融資源一定大減 因為有兩個部分讓你大減 第一個部分 你恐慌了把股票賣掉 使策略出去 第二個部分 就算你沒有那麼恐慌 但是融資被斷頭了 一樣要殺出來 所以我常在講說 股票市場走到後面 就是走到了所謂的籌碼面修正 從基本面修正 進入到籌碼面修正 我們跳過了技術面修正的這一塊 那問題是 台股在今天 到底籌碼面修正 結束沒有 盤中有人問我 楊老師 籌碼面修正結束沒有 甚至呢 還有人在10點半之前打電話給我 這個投資朋友打電話給我 老師好多股票都跌領版了 是不是明天開盤 股票就要跳空跌領 這個王先生打電話進來 我跟他講了 我當時的一個經驗 民國79年台股 從12682跌到2485 然後呢 從2485反彈到6365 在他反彈的過程當中 在6365那一天 我記得非常清楚 當時我進入股市 還是一個小的研究員 民國79年的時候 我們77年進入股市 我進入股市大概不到兩年的時間 就碰到了12682的崩盤 在反彈到6365那一天 我突然看到什麼 我在突然看到10點半的時候 所有股票都漲領版鎖住 其中只有一檔 原訪一直沒有 漲領版開開關關 開開關關 我們市場都在給他鼓掌 趕快鎖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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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喊 我當時還想一件事情 如果連原訪都鎖住了漲領版 那是不是代表 第二天 這個股票開盤就要漲領滿 要跳空漲領 你覺得呢 那一天的高點叫6365 那一天的高點叫6365 事後證明真的不是這樣 做我的白日夢 白日夢 當天 我們當時收盤值 當時的收盤是12點 現在收盤是1點半 12點10點半就在中場 中場之前所有股票都鎖漲頂版 中場之後10點40 10點50 開始有股票打開漲頂版 然後一路急殺下來 後面6365 就成為短波的高點 然後下殺到三間點 所以當市場極度的樂觀的時候 當所有股票都漲停鎖住的時候 其實你要恐慌 你要恐慌 如果從經驗的法則來看 同樣的啊 今天大盤盤中跌掉了 這個7.5%的時候 當時幾乎所有股票都打到跌頂版 甚至鎖住跌頂版 你覺得恐慌還來得及嗎 來不及了嗎 甚至有可能反轉回來 雖然目前來看 並沒有大幅度的一個反轉回來 因為很多個股還是收盤收跌頂版 但是指數的部分 卻從大跌583點 大跌583點 一路的反彈上來 有沒有 收盤是跌掉了376點 等於說 基本上 我們拉了200點的下影線 或許很多人說 因為今天拉下影線 是來自於政府基金的一個結果 但是我不妨跟各位談 今天成交量有多少億 將近1500億 將近1500億 1000多億的成交量 1452億的成交量 1452億的成交量 它說明一件事情 有人進來了 所以我在這邊 我要討論的關鍵點就是 如果這個盤面的結構 進行到現階段 它是一個弱勢感體的最後階段 那你應該怎麼做 有人問我 可不可以放空 我說來不及了 你現在才來看空 來不及了 但問題的中心點是 你要怎麼做才是對的 我的建議是這樣 今天的將近1500億的成交量 大牌收了200點左右的下影線 明天或後天開始反彈的話 如果彈上去 成交量開始往下縮 一定往下縮 因為它不可能V型反轉 如果成交量開始往下縮 那彈高 你持股比例比較重的 還是需要減碼 因為它還會再拉回一次 未來台股的部分 不可能形成V型反轉 所以它就有可能形成什麼 最好的狀況就是 在低檔盤旋 我們稱之為打底 或者整理都沒有關係 但問題的中心也是 在這個階段 還沒有正式出來之前 我的建議比較偏向 可以多報一些現金 多報一些現金 等大盤正式進入打底 當恐慌的賣壓結束之後 我們再尋找新的標的來做 而這個標的 絕對來自於基本面抄疊的比例 所以我想目前來看台股的部分 我的看法比較 現階段會比較保守 如果政府基金要干擾 台股就沒那麼快破底 但是因為今天有將近1500億的成交量 你就說明我們的初步第一隻腳已經出來了 未來台股如果反彈上來之後 你做部分的解碼 再拉回量縮不再跌破低點 我們就認為台股進入打底階段 一旦台股進入打底階段 基本面抄疊的股票 我就會帶你來做 那你現在要做的動作只有一個 不要任意的出手 等我後面的訊息 謝謝收看 年同期間再見 拜拜 本公司已望著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且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